上次随后我说用空气炸锅做的摇鸡翅特别好吃 今天我试了果然皮脆肉嫩的 先给鸡冻翅炸几个小孔 再用开水烫一下会比较容易上色 放上葱姜 料酒 少许老抽 半包摇鸡粉 一勺花生油 装银腌制半个小时 腌好后放入空气炸锅中 180度烤25分钟 真的太香了 连鸡皮都是脆脆的 你要不要试一下 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桌上这样一道咸蛋黄菊螃蟹 鲜鲜味美 好吃到流口水 捡来的螃蟹大卸8块后 再沾上一层薄薄的生粉 然后下锅煎 全程中小火慢煎 煎至金黄酥脆 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放入两勺海鸦咸蛋黄酱 小火炒至冒泡泡 再倒入煎好的螃蟹 翻炒均匀 最后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啦 喜欢美食的你一定要试试 酒店里88元一份的咸蛋黄菊南瓜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首先南瓜切条 一定要用开水焯烫30秒 这样能更好的让南瓜裹上淀粉 五层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好吃的关键是这个海鸦咸蛋黄酱 只需要两勺 小火炒至冒泡泡 倒入炸好的南瓜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喜欢吃这个菜不 喜欢的话我给你整点过来 要不要的啊 上次做的烧卖 很多人说不会包 这次做成糯米鸡应该很简单了吧 首先把五花肉丁炒出油脂 放腊肠丁和虾米炒出香味 然后放香菇 胡萝卜 芹菜炒至断生 放盐 蚝油 五香粉 鸡精翻炒入味 倒入蒸好的糯米饭 加入一勺生抽 用我的左手翻拌均匀 再放点葱花蒸香 做糯米卷要用头成腐皮 放上炒好的糯米饭 像我这样卷起来 尽量卷紧一点 一张腐皮可以卷两三条 然后再切成段 下锅煎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当早餐或者茶点都很不错哟 在广东 这道苦瓜酿肉 是我们经常吃的一道家常菜 先把苦瓜切成小段 再去掉里面的嚷 水开下苦瓜 烫两分钟去除苦涩味 入末中放香菇 葱花 盐 鸡精 蚝油 胡椒粉 搅拌均匀后 把肉馅塞进苦瓜中 然后沾上淀粉下锅煎 两面煎至焦黄 倒入一碗生抽水 扣干焖煮20分钟 最后大火松龙汤汁就可以出锅啦 不爱吃苦瓜的你 一定要试一下 生蚝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你知道多少度的水 才能做出生蚝又鲜又嫩的口感吗 10块2斤的生蚝 放一勺面粉去抓洗 用水冲一冲后就很干净了 油热下姜片和白胡椒碎 炒出香味 加入适量清水 煮开后下生蚝 马上关火 让生蚝浸泡5分钟 此时的生蚝就是又鲜又嫩的时刻 碗中放姜蒜末 小米辣 葱花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白灼汁 搅匀后淋在生蚝上就可以啦 鲜嫩又多汁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好吃到舔手指的红烧鸡爪 你吃过吗 鸡爪冷水下锅 放姜葱料酒 褶出血沫 捞出洗净备用 锅底放姜葱 倒入鸡爪 加入一包红烧料 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倒入一瓶啤酒和一碗清水 扣干焖煮30分钟 撒上葱花 太香了 你也试试吧 可以爆姜的红糖吃吧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 一包里面有10根 冷链到家 6层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 炸至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外面是酥酥脆脆的 口口爆姜 真的太好吃了 今天分享一道家庭版的齿油鸡 大人小孩都喜欢 油热鸡皮朝下煎3分钟 翻过来 放姜蒜 生抽 老抽 料酒 一碗水 少许红糖 扣盖煮20分钟 中途翻面几次 最后大火收之即可 9点30年的大厨告诉我 葱油鸡这样做比龙肉都好吃 半只鸡加入盐菊粉和花生油 涂抹均匀腌制半小时 水开上锅蒸20分钟 葱油鸡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灵魂酱汁 沙姜红葱头浇热油 两勺生抽少许芝麻油 淋在鸡肉上就可以开吃了 酒店工作30年的大厨告诉我 酱油鸡这样做 葱姜蒜爆香 鸡放下去 鸡皮朝下煎3分钟 翻过来 加入一勺老抽 两勺生抽 两碗清水 几颗冰糖 盖上盖子中火煮15分钟 再翻过来煮10分钟 大火收之即可 这样做出来的酱油鸡 热质鲜嫩入味 口口流香 这个是我们广东的传统美食 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菠仔糕 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碗中放300克温水 100克白糖 200克菠仔糕粉 搅匀化开 碗中放点你喜欢吃的水果粒 倒入8分满的粉浆 水开中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满口都是小时候的味道哟 我敢说这样做的脆皮生蚝 你们没有吃过 甚至没有见过 外酥里嫩特别好吃 10块2斤的生蚝 放一勺面粉去抓洗 用水冲一冲后就很干净了 然后放点盐 胡椒粉抓紧腌制10分钟 碗中放一包酥脆炸粉 想自己调的可以看评论区 加一个蛋黄 适量清水调成酸奶状 再来一勺食用油 这也是酥脆的关键 然后让生蚝均匀的裹上脆浆 五成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捞出来了 真的是外酥里嫩 吃了一次像是还想吃 走 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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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